LAYO了世紀天天榮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比賽地圖 OK這場比賽也是YO跟菲龍的練習賽 來看到這邊YO選擇的是羅馬人 羅馬人特色是修理、建造、採集 都有5%的優勢在 羅馬人他的步兵單位 每點一次步兵鎧甲都會獲得雙倍的效果 他的騎兵單位也是他的主力之一 百夫部長配上軍團兵還有範圍BUFF的能力 後期的奴炮是比較值得一提的 奴炮一隻只要30塊錢 而且可以受益於彈道學的效果 加上銀貫技術可以讓奴炮試得更快 總體來說羅馬人算是比較偏向步兵奴炮騎兵的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特色是他騎兵單位非常強大 莫娜斯帕非常便宜 而且他還有大洛馬比法蘭克後期更優勢 而且他也可以轉馬功路線火槍 但是沒有火炮 後期的步棋作戰也是全滿的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關係 所以相對來說稍微平衡了一點 但這個黃金位置也是要稍微看一下的 那這張地圖的外圍是可以撈這個魚群的 而且這是有非常多氣的這張圖 那這個比賽地圖也是跟這個紅牛背的地圖一樣 紅牛背的這個表演賽 是由這個北極圈吧 我覺得好像是這樣地圖叫北極圈 然後這個氣兒呢 非常的煩人 雖然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但是他就是一在灼村民 灼得很煩 數量一多也可以維持村民 所以這個去北極圈去吃魚的時候 要小心這些氣兒才行 然後這張地圖兩邊都選了一個偏陸戰的文明 跟這張地圖其實也可以打海戰 也可以打海戰 但是兩邊都是選擇了捕魚開局 那捕魚開局的重點就是開局五個人伐木 五個人伐木之後你的魚船不斷 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局 那這個打法呢在遊牧上也是適用的 就是武村去撈魚按魚船 那如果你要打海戰的話 就要再多配一點 補到八到十個人伐木 然後三個人挖金 五個人挖金 後續配置大概是這樣子 挖金的人數肯定是要多一點才可以打海戰 前期的配置大致上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人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娃娃這邊已經點下了支不支之後 馬上補到了封建時代 兩邊都是準備升級 都是打了一個十八匹 四艘漁船 那娃娃這邊漁船補的比較慢一點點 那由於喬治亞開局免費羅車 所以就可以省下這個木頭 即時去伐木 所以這個喬治亞人前期在遊牧的經濟優勢 其實也是蠻強大的 開局免費羅車真的是省蠻多的 那現在羅馬人這邊 看不出來是要打什麼 應該是要走漏馬吧 現在漏蠻多的 但如果走漏馬的話 就代表說中間可能要棄海嗎 米蛙黃金不守海 馬上補馬鳩 YO這邊是補馬鳩路線 肥龍這邊是蛙金三個人 挖金礦補火彈船了 來了開始了 好三個人挖金補火彈船 把木補到了十二人 甚至不是十一個人 是較多木頭的配置 OK那這邊又可以再補一個了 好前期兩邊打的算是很正規正常的開局 YO這邊補了火彈船之後才開始挖金礦 經濟配置用的蠻極限的 好但是現在肥龍有漏馬上的數量優勢 這波打起來會有點虧 唉唷戳到了一槍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肥龍現在魚船不用擔心被燒 現在只要專心的去燒對方的魚船就行了 直接按了三艘火戰船 這個活蒙筒 OK後面又繼續補黃金補到了五個人 那這邊要再補一個碼頭嗎 補人蛙筋 好這邊補了射箭廠 喔這個射箭廠是要防什麼東西 現在這個企鵝還帶爪 喔企鵝很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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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夠差 OK 這裡補了一個兵工廠 這裡也補了一個模仿 唉這個模仿是為什麼要補呢 還是單純想要點個農田科技開始種田呢 因為這邊其實是不能採果子阿 這張地圖是北極圈阿 所以沒果子也是正常 好因為沒有模仿也不能種田 好先點了一個一級龍沒錯 好但是肥龍這裡沒有打算要種田 乖喔 也沒有打算種 好後面補了一個新的碼頭 結果三隻肉馬抓到了這邊的村民 成功擊殺掉了一村 第二村也要被拿下後面槍兵過來營救 但是這邊還是要再多死一村 槍兵過來了 好趕快撤兵回頭把這個槍兵給戳掉吧 好直接高打第一戳死一匹馬 賺了 OK槍兵這個傷害很高 好火戰船出來準備要來炸魚船 我好像沒看到魚船要四處逃竄了嗎 阿你怎麼去撞馬 吐了 OK前後方都有激烈的戰鬥 結果戰船這個爆破船沒有去爆破前方的戰船就算了 後面的魚船也沒爆破到 肥龍這一波有點小虧 但是還好肉馬補傷害 海戰還是有打贏喔 OK這裡再抓一村 歪歪這邊死的好像有點多阿 好但肥龍也死得差不多 後面又是一個騷擾想要戳掉船 但是沒戳掉 臭命即死扁爆 好又拉了肉馬過來打魚船 敲架這邊 肉馬的優勢會自動回血 OK前期打得很兇 現在黃金補到了七個了 這裡長弓兵 先射掉後面的槍兵 馬 欸 結果這邊直接被射到殘血 但是肥龍沒有控好這堵工兵 所以沒有全拿下 剛剛走A的話是可以全吃的 所以從這裡來不及控工兵 OK那後方的喬治亞人 還在繼續繞圈圈 現在家裡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右邊這一些魚船 又要來囉 三隻單位中走到了後面 開始戳 哇槍兵出魚船3很高 一下12滴 哇靠 出過5下就可以拿下一艘魚船 真的是不虧阿 用魚船去騷擾 用這個槍兵騷擾魚船 真的很賺 好火彈團出來了 好這坨工兵走不來了 這裡有賭洞 暫時沒有問題 好魔坊沒有補在後面 反正補在下面這個位置 可能YO還是想要把魔坊當成房子來用 想說如果放後面的話 是不是會更好呢 但這邊是實質路也不能種田 也不能蓋任何的建築物 好正面的火戰船還在造 沒有放棄打海戰 這包船待會還要再出來一次 工兵來了 YO這裡爆金 爆了600多塊黃金 卻沒有轉工兵 對方的工兵過來 再繼續圍一下 好走過去 好看來要來騷擾祖金 好可以看一下這邊火戰船 奎龍點下了一級挖金 不是一級挖金 點下了這個輪軸技術 跟一級馬卡 好這裡回頭 就來抓這裡 但是YO透過買賣 升到了城堡時代囉 就從這邊經濟還完全不能點 甚至還點下了更多的科技 第四科技想要直接猛攻 好直接補一個房子 後面補了一個馬丘 好衝進去 直接扁人 YO 這一波炸裂 先射弓箭手 一隻 兩隻 OK 拿下兩隻弓箭手 不錯 趕快拉錯誤去扁 先打弓箭手 先打弓箭手 弓箭手打完就沒問題了 再來就只要按槍兵就行 哇又多死了一村 這裡圍一下 唉唷這個手術 有料 好這一村又要被扁 直接又被打 哇 還好是殘血活得下來 弱馬繼續輸出 這一波槍兵三聲來遲 但沒有攻兵了就不用擔心 好這裡圍一下 這裡沒有圍可以流過去 漂亮 肥龍這裡再圍 關本獸 哇一槍一個 繼續圍再戳 剩下一隻 OK了 那現在搞得差不多 好 肥龍這邊繼續料 欸想出去出去 但這裡有個洞 好最後還是溜走了 好海戰部分 兩邊經過交戰之後 肥龍開始拿到了海戰優勢了 看來火炸船剛剛是有炸到一個大碗的 好 升到城堡是在羅馬勒開山騎士 弩炮戰船還沒有點 好工兵五隻 好海災了海災了 工兵走到了金礦處 直接控金吧 沒打專控 好羅馬人歪哦 點下輪軸技術 好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火炸桶 要拿下了 好騎士砍掉 弓箭手也是 後面有火炸船 要被騎士砍爛了哦 搞定 海戰又拿了回來 這個碼頭還沒解決 本三個漁場還在補魚 後面的工兵手被推出去 這邊沒有打到任何的東西 騎士過來 給到肥龍很大的壓力 現在肥龍也沒挖石頭 上城堡時代也不能產摩拉斯帕 現在上城應該還是要選擇馬功路線吧 沒意外的話 他這個經濟配置看起來一點就是我要馬功了 所以工兵不按 但是待會這些不工兵也不打算升級 碼頭部分把對方的漁船燒掉 差不多了 好後方的騎士直接繞到後方 再抓漁船 這個漁船抓得好 OK砍爆砍爆 繼續砍繼續砍 全力爆兵 抓後面的經濟 肥龍後面經濟有點炸裂 騎士沒有地方可以 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逃離騎士 好這裡差一刀 但是很多牆壁走得過來 好 果不其然 喬治亞這邊是轉馬功了 點下來重裝長牆壁的升級 但是 現在強化教堂補下 黃金也不太夠 哇馬上點了二級色 升級算是蠻快的 好這裡收寸的話 二級色也會有很好的幫助 直接溜進來 等著來不及 放進去再收 打工過來被砍死 騎士再溜了進去 只能強化教堂射不到 阿總不射箭 只有兩個在裡面 沒有太多的人 這裡關門的時候關得很好 直接用重裝長槍兵去做幾局 作爛 後面的槍兵也搞掉了騎士 好 現在小志亞人村民術領先 資源量已經領先了1300資源 哇哦這邊經濟稍微有點弱 補後補魚雖然中間還在補 但是一直 家裡剛剛一直被殺老到的關係 現在經濟其實不太好 馬上補了一個城鎮東西 橋下這邊後面也可以補一個TC 但要補的話可能要補上面這個位置 補到這個更北方一點 哇這裡看起來是開不了TC的樣子 這裡剛好有個高地擋住了 那下方這裡的話 也只能不在高地的黃金礦的位置 好那現在肥龍 點下了品種 準備繼續走馬功路線 但YO騎士也沒有打算要放棄 繼續走左右兩邊 開始要從裡面深入 但是家裡都有槍兵在做防守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才是 好騎士繼續追 後面的騎士來了 看一下這一波 怎麼抓漁船 好沒有看到漁船 先打碼頭 契爾還在旁邊叫 漁船感覺到了危機 往右拉拉到底 但是YO的直覺相當準 就是在右邊 抓掉所有的漁船 沒有漁船優勢了 但是這一坨馬功衝進來殺了一對村民 我的天 馬功這一波打得好 直接抓掉了123452隻生鋁 哇哇哇哇哇 這一波打得不錯不錯 雖然馬功送光了 好但是這裡火戰船又抓到了這些漁船 不錯阿 歪樓跟肥龍 兩邊都是一個很好的交換 結果槍兵過來追上去沒有出掉剩下的騎士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僧侶並沒有斷這個箭頭 然後有視野就能遭翔 但是沒有看到的樣子 喔看到了 跳在下方 這時候YO大軍來了 飛龍趕快撤 跟蹤技術點下 好現在是三射箭場出馬功 馬功先穩定起來 先繼續騷擾才行 又鑽了這個洞 HOLY SHIT 真好用 好點掉生鋁 再抓掉一隻 村民 第二隻村民沒有辦法抓掉嗎 可惜沒有辦法 弩炮部分現在正在串燒 沒有打算要領弩炮 因為弩炮可能會修起來 先抓村民更重要 好兩艘弩炮來了 歪歪點下了 這個二級馬卡 這邊還等時機點 準備衝進去 好點掉了活戰船 這個馬功直接散開 直接想要抓掉奴炮 奴炮沒有村 旁邊沒有村裡 應該是收不起來 OK點掉 這個奴炮拿下 準備打第二個 但這裡馬功的血量 真的是有點殘掉了 洞裝騎士還有20秒的時間 啊不是 二級馬卡還有二級 還有20秒的時間 現在騎士已經留到了後方 好現在抓不到任何東西 這個騎士還被看到眼裡 哇 強蛙教堂在這呢 好 飛龍這裡補下了彈道學 現在這一波 賺了很多東西 賺了三村四村 飛龍現在村民術稍微有點落後 羅馬的這個時間點 村民的經濟優勢就會越來越大囉 5%的採集資源效率 但是喬治亞的強蛙教堂是10% 暫時資源量沒有被超過 但是時間一拉長 只要開始慢慢脫離 強蛙教堂的採集資源 YO的羅馬的 村民的採集資源效率 是會優於喬治亞人的 好這波直接衝過來 打一波馬公尺雲地開射 後面兩隻森林開始著想 找到了一隻騎士 第二隻有機會嗎 沒有回頭 YO直接撞在了人家的馬公臉上 OK 喬治亞這邊守得很好 但是下面的村民完了 有點難受 又要被追著打 但是抓了一隻村民之後 決定要撤退 後面又有隻騎士被招降掉 決定要回頭處理叛徒嗎 沒有 走了 好 補了一個TC 在黃金礦的位置 馬公現在還有8隻 現在要來抓漁船了 看到碼頭了 往契爾那邊看 往前看一下 有了有了 看到漁船 有單刀水 該不用走這麼遠 但是要追上他 還是要稍微走A一下 OK 拿上一艘 但是其實最多艘是在左邊 好這坨馬公又走了進來 YO 現在快要夾不住了 加率算量有騎士 但是這個直接 卡住了這個窄口 這個洞一直沒有補 有點虧 好 奴炮直接收掉 馬公優勢繼續延續 但沒有關係 羅馬奴炮就是便宜 端一點也沒差 被你猜就算了 好現在 喬治亞 變下了手推車 這一坨村民 要被大獵殺囉 有彈道學的村 有彈道學的馬公 射村民很準 好但是 其實只射11村而已 第二村終於拿下 三村四村 五村 六村 拿了很多村 好 拉了騎士過來 打奴炮 要命著想 好是第一騎士 這裏這炮船炸了一下 騎士衝了過來 看到這裏有非常多的村民在 種鐵跟挖礦物 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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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奴炮這邊繼續串燒 好這一波 一隻過來 反擊回去 好再砍掉這隻 弓兵 好 11隻的 馬公 出出 後面6隻騎士 繼續繞 好 點掉 自爆船 這個 可惜了 有點太早炸 再往優一點 就可以炸的更開心 好 馬公蛋倒雪很準 但是騎士一個回頭 反馬槍 回馬槍 不是反馬槍 結果我要點下刺王 對自己補魚的優勢 這麼有信心嗎 哇補了非常多的魚船 這個偷經濟偷的很爽 好 但是要怎麼守護這些魚船 是個大問題 好肥龍現在補下了更多的馬公 現在自願經濟有點不平衡 挖金礦村民有點少 準備要來蓋堡 這邊城堡決定要補在下方的黃金礦的位置 這個黃金礦果然是個伏筆阿 我們開局就說這個黃金有點太偏外側了 所以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偏外側的黃金是很尷尬的位置 好但是看到對方的奴炮跟騎士有點多 這邊決定不往前蓋堡 不然有成功的逼退肥龍 好主婆馬公 看一下 奴炮被打掉兩艘 火戰船去燒奴炮 但奴炮被凶人起來 這邊騎士稍微抖動一下 想要躲掉箭矢 但是這裡馬公是要太多直接射爆這些騎士 騎士直接退步全軍 現在有馬公的優勢非常巨大 乖喲這邊奴炮可能不能斷了 要一直按奴炮才行 這包傳過來 有機會可以直接炸奴炮喔 炸過去吧 但是沒有炸到 炸到那個洛馬而已 這裡趕快蓋保奴炮 要直接射穿這裡的村民了嗎 趕快蓋趕快蓋 已經蓋到60% 馬公在追殺村民了 騎士過來支援 稍微擋一下 拉了更多村民 想要硬蓋好 但這邊是不是要死很多村 但是沒有關係 喬治亞這邊村民處也是落後的 多馬人這邊村民處相當領先 沒有問題 OK 搞定收村之後 趕快用城堡補傷害 補了一些傷害 結果 喬治亞送了幾匹馬公 七七兵過來 直接送王 欸 怎麼突然去射村民 蠻血的沒有拿掉 OK 射導生鯉 現在YO準備要來升到帝王時代了 好 這一波交換之後 喬治亞稍微平衡了 但是可以看到YO的村民領先之外 經濟也領先了 資源終於反超 兩匹馬公在這邊控 哇 直接控爛 好 這個碼頭可以直接蓋在海上 好 這裡蓋薄 又被把弓抓到 被哪YO走到哪就碰到哪 但是刺王技術確實帶來了非常多的肉量 現在經濟相當領先了 現在肥龍後方的碼頭 並沒有繼續捕魚了 有點小小的可惜 好 這裡開始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這裡可以開TC也沒問題 右邊這塊已經控住之後 肥龍要繼續控土的話 就只能朝左邊方向了 好 這個城堡終究還是要蓋好了 點下了一級射 YO並沒有馬上升帝王時代 把這個肉全部花掉 開始點下了村民的升級 繼續升了更多村民 好 這裡也開始要控黃金 YO後面又補了一根城堡 好 現在大家都在專心控黃金了 那這裡要不要補TC 這裡感覺補TC也蠻香的 但是那邊補TC的話 又害怕了對方來蓋寶 這有可能是Wild的疑慮 好 這裡馬空 刮掉了一些村民 千里畢上來 弩炮拿掉 哇 感覺Wild的弩炮真的不能停啊 弩炮又多按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產弩炮 好 再喘一下 好 弯毒的弱馬過來追 補下了二級農田 OK 有彈盜取的城堡 是很準 刷馬功 好 飛龍這邊抖動 希望可以躲掉 哇 躲不太掉 直接被射穿 入了 好 莫娜斯帕走路過來 現在喬治亞點下了二級馬凱 一級蛙石 二級農田也點下了 現在地龍時代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可以用這邊升級上去 YO也要升級了 好 禮儀 聖物撿不回去 現在馬公跟喬治亞的莫娜斯帕 一直空在這裡 喬治亞的莫娜斯帕看來 是要走過他斯帕了 還是要走自己的騎兵路線 好 這一波馬公 在下方 祝他斯帕的防護率很坦 天生防護率就是三點 近戰這樣加起來是五點防護力 新騎兵是 竟然是七加一 哇 打一下怎麼都是三滴血 好癢 好 下面這裡一大堆的弩炮 加上村民直接蠶死 這一波弩炮抓得很好 但是YO的聰明室也十張慘重 好 但是聰明室 依舊是領先的 很支援量 飛龍開始慢慢反超了 好 這裡馬公去充 這一波補了非常多的軍魚 羅馬人要轉步兵 應該是想要先升大槍兵 但是還差400塊黃金 要600塊黃金 加上300肉 才可以提升槍兵的升級 好 這裡穿一下 換回拉 莫娜斯帕出量來到了12隻 好 兩根城堡 這是什麼意思呢 想要直接猛攻這一根城堡 有想法 ok 巨型頭司機就可以一直迅速量產 開始工程了 好 補了一個洞 拉了莫娜斯帕過來 阻止對方修寶 怪呦 這邊 沒有辦法修寶 村民會被抓掉很多 後面死了一堆村民 莫娜斯帕的三攻也補了下去 三級馬卡也有了 但是換成自己的巨型頭司機有危險 怪呦表示你不守巨頭 那我就要來拆巨頭咯 但是青騎兵的攻擊力有點太低 完全抓不掉 村民直接修了回來 兩根城堡的用力就在這裡了各位 好 拉長兵終於有機會可以點下 好 飛龍莫娜斯帕 金瑞升級也點下了 好 補了更多農田 好 劍塔已經開始往前補 這麼有想法了 補劍塔 不把石頭留下來蓋城堡嗎 可以產更多莫娜斯帕 結果這邊黃金沒有 沒有抓到 吐了 好 爆破傳過來 哇 阿拉華瓜 抓了一下 哇 灰頭還殺到了 我的天 好 四隻 麥娜斯帕 終於抓到 蓋TC的村民 但是已經蓋好TC 但是YO好像沒有時間看這裡 因為下面已經打破城堡了 這波麥娜斯帕衝過來 這裡終於看到 收了村 OK 下面這些僧侶 有點忙 現在YO要趕快補槍兵 擋住這一波 娜娜的攻勢 略不可擋 非常的兇猛 好 繼續補 甚至連大型劍塔也點了 喬治亞的塔弓 來了 好 那劍霞草 好 也可以點一下 左邊的四隻莫拉斯帕 過來被射爛 城堡的火力交叉 OK 長兵守住 這裡補雷跟城堡能蓋起來嗎 感覺有點硬要 但是莫拉斯帕確實有點擋不住了 這裡劍塔還有18秒才升級好 後面的防護劍塔已經被打掉 好 這裡劍塔守不住 大型劍塔3秒鐘 好 提升血量上去 但是已經半血了 好 石堡蓋好 守住 好 飛龍有點下了化學 要來轉火槍兵了 好 劍塔根本蓋不起來 選擇取消 好 我要先來44隻的槍兵 來準備升奴炮戰船 回歸海戰了 好 三攻一點下 槍兵防護力已經升級完畢 近戰防禦4點 好 開戳 這邊直接戳爆 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直接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這裡想用巡邏攻勢嗎 但是好像沒有用好 炸了一下炸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後面的自爆船沒有過來 剩下莫拉斯帕直接突破了 歪歐的槍兵防線 搞定 好 但是莫拉斯帕過來要拆 巨型托斯基 這台巨頭有點難受了 好 搞定 兩台巨頭一一拿下 在右邊的這根城堡 被巨型托斯基相當的猛烈攻勢當中 好 這根城堡能不能守住是個大問題 又補了更多的劍塔 現在沒有巨型托斯基 那我就要繼續猛擦劍塔了 歐歐這邊有意思喔 趕快補了兩棟城堡的巨型托斯基的慘人 快速重型火戰船也點下去了 上方有少量槍兵在防守 突擊引蓋劍塔來騷擾 這波槍兵 助手的很好 好 丹莫拉斯帕這裡又成型了 傷害來到了14加7 好 直接突破了槍兵防線 巨型托斯基又要被拆掉了 歐歐完全 銳不可擋 再一次突破了 衝爛 歐歐擋不住 莫拉斯帕的猛攻 這個城堡也看起來守不住 這裡看來大家大概要死非常多的聰明餐人 哇 又更多莫拉斯帕過來支援 炸了 真的炸了 後面的大樹劍塔 處理這些槍兵也很快 經濟開始不行 YO的槍兵趕快過來防守一下前線TC 但是後面一直有戰船在防守 但是這裡大型劍塔防守能力太好 好 村民術就被拉近了 好 村民術就被拉近了 好 莫拉斯帕 這裡夾住 正面開撞 好 吃掉所有的槍兵 最近投資機也砸掉了這個城鎮中心 本來想要往前 但是沒有辦法摸到 又往後拉走了 這一波四個劍塔 處理起來 上方投資的戰劍直接被戳掉 火戰船也被秒殺 YO越來越劣勢 大型劍塔 解這些槍兵解得很好 不用轉火槍 我也可以有大量的遠程部隊 長話教堂 三個生物被打分出來 YO的最後的黃金希望也要沒了 但是現在YO缺的並不是黃金 而是基礎資源跟產人的問題 好 農田現在越來越少 基礎資源的食物也開始變少 好 現在也沒木頭 沒有辦法產出大量的農田 好 巨型投資機又架起來了 這波莫娜斯帕 再次吃掉大量槍兵 YO前線崩了 退不成軍 直接被吃光 YO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肥龍拿下比賽的設立 最後肥龍出了164隻的莫娜斯帕 YO出了217隻的槍兵 就是由莫娜斯帕大量輾過 但是肥龍的黃金也是用到零零禁制 那羅馬這裡到底要怎麼打這些莫娜斯帕 其實除了轉槍兵之外 羅馬人就好還是要轉一下這個軍團兵 或者是轉這個百夫掌會更好一點 蘆帕在這裡已經沒有太多影響力了 那YO這邊是單純的是一出槍兵而已 那如果可以轉出野戰軍 再搭配重裝騎士 或是百夫掌 或是軍團兵的話 可能防守效果會更好 威劍槍兵 他終於是垃圾 比腦血量只有60滴血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力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喬治亞 這邊拿下智慧戰勝利 木頭稍微少 輸了一點黃金的4000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